城县华人商会基金会奖学金开始接受报名 初期当天新闻发布会的有 城县华人商会会长吴正中、副会长胡安寅 城县华人商会基金会会长佟志敏等商会和基金会代表 还有尔湾中文学校校长钟又兰 家长代表圣丹华等社区代表参加 会长吴正中在发布会上表示 该商会成立于1989年 旗下的基金会从1995年起开始致力于回馈社会 帮助表现卓越的华裔子弟提供大学奖学金 同时自2015年开始基金会调整奖学金数额 从原先的每位每年3000元更改为每位每年5000元 并为他们提供持续4年的大学奖学金 今天这个记者招待会就是kick up 这个今年整年的这个process 那么就是让学生申请然后这个选择 然后加访然后到时候6月18号 我们已经订了一个那个二万Maria 然后就会有那个scholarship那个award ceremony 那么大家是到时候希望大家都能来参加 谢谢 成县华人商会基金会会长同志敏在会上表示 基金会希望通过提供奖学金 给予优秀华人子弟的方式 支持这些优秀华裔子弟完成大学教育 进而能对未来的社会产生更深远的正面影响 那我在这里的话很多谢大家过去或者是将来 现在支持我们的华人朋友 然后他们都是有些是上万的这样子捐给我们 也有几千块钱的 我们希望他们继续支持我们 也希望很多没有听到这个信息的 知道我们需要帮助的一些华人的善长人士 你们也打开你们的钱 支持我们 据介绍 成县华人商会是一个充满商机 非常活跃的商会 旗下的基金会则是负责回馈社区的部分 设立奖学金的初衷 就是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而且因为教育是一个百年数人的大忌 帮助贫困华人子弟接受高等教育 是帮助他们脱贫最有效的办法 红环卫视 林安琴 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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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